一朝一世 各种踢极动作通通一丝不苟 今年21岁的哈米迪出生于伊朗 打从出生起 难民标签就伴随左右 2019年好不容易返回阿富汗 成为台拳道冠军 没想到两年后 就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 为了追寻梦想 哈米迪之身一人 逃亡到法国巴黎 如今国际奥委会 考虑让他成为难民代表队的议员 出征奥运会 我们在其他地方 他会有其他地方 他会有其他地方 包括在战争 他会有其他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 会让他重新 和他相关于其他地方 这些地方是其他地方 对其他地方 阿富汗政权来来去去 富权社会却窥然不动 2021年8月塔利班上台 设下铺天盖地的限制 哈米迪希望透过跆拳道 扩展女性的生存权益 甚至让她们获得更多 展露头角的机会 如果我会在奥运会 我会知道它会更加热烈 每个人在奥运会 都会在奥运会 他们会跟他们的国家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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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国家 年岁与汗水堆叠 哈米迪坦言 那名身份让自己感觉孤军作战 但他坚信踏上奥运赛场的那一刻 便有机会撼动 根深蒂固的父权体制 启发更多阿富汗女性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大海新闻 洛泽靖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